2月20日,黄磊在微博分享一组包饺子的照片,只见黄老师对着镜头笑容满脸,看上去十分幸福。 不少网友纷纷在微博下留言,黄老师,您瘦了!黄磊是被演艺事业耽误的大厨。 近日,黄磊的老婆孙丽晒出了一组黄磊与大女儿多多写福姿的照片,每年过年黄磊都会带着女儿写春联,这已经成为了皇家的优良传统。 多多的自己一年笔一年写得好,画面十分喜庆幸福。 照片中,黄磊与多多绣出亲笔写的符字,妇女俩拿着符字只露出了单眼,逗趣的合影超温馨。 妇女俩自己迷之相似,秀气十足,黄多多身着红色毛衣长发披肩,一个色眼掩盖不住小女神的气质,与爸爸低头专注写字的画面超暖。 有很多网友留意到多多拿笔的方式跟爸爸不一样,但同样写了一首好字。 去年春节,黄磊也带着两女儿写对联,妇女三人一身红衣,手持春联,喜情温馨。 网友留言称赞,看着多多人儿每年都写符字,一年笔一年写得好,真棒。 这已经成为传统了,真好,多才多艺的一家子,多巴好帅,多多好美,一家人好幸福。 还有网友马上呼吁,妹妹咋没有出镜啊,妹妹人儿呢? 还有网友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